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大英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昨天搞到熱哄哄很嚴重的恐襲俄羅斯的那群人 那群人基本上已經嚴刑逼供了 有些報道說他們的犯人已經承認了與烏克蘭有聯繫 甚至乎是有接應 是烏克蘭去接應他們 幫他們離開俄羅斯 幫他們避開所有的罪責 烏克蘭雖然他急急否認 但是他基本上你怎樣否認也好 他都沒有證據去否認這件事 但是人家是整個人動在這裡指證他 說真的 俄羅斯科 我相信他將會是很重兵力地去進攻烏克蘭 為甚麼呢 右板來看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留言訂閱文傑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有一個報導說 普京已經宣佈了 拘捕了所有襲擊這次恐怖分子 當時他們正在逃去烏克蘭 他們承認有基庫政權去幫他們提供接應 那些犯人也承認了與基庫政權有聯繫 那就是烏克蘭幫助他們 所以為何美國老祖知道他們會受襲擊呢 就是因為烏克蘭他們才是出面那個 當然沒有黑手是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烏克蘭雖然堅決否認 與這次的襲擊有任何關聯 並且指控說兩年來 一直都在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 現在在尋求將責任歸咎於烏克蘭給他 或將球射給他 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不需要找一個什麼藉口 要打你 就一直都在打的了 差在打你的進程是怎樣才令到世界覺得 有點習慣 又不要太過分 各方面的事情 又不要太消耗他的國力 很明顯他的戰術現在變成這樣 拖死你 燈死你 等你沒有飯開 等你沒有電容 等你沒有水喝 等你完全沒有人去打仗 擺明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的話 就用得最少俄羅斯的資源 但是 現在烏克蘭做這樣的事情 可能會加速俄羅斯 他的戰略部署 和一些叫做 戰術的攻擊 不出奇的 OK 所以不存在於 將不將責任歸咎於烏克蘭 因為打烏克蘭是打牙牙的了 而今次針對這個 克洛夫斯市政廳音樂廳的恐襲 就是俄羅斯這幾十年來 遭受到最嚴重恐襲的一字 你也知道 那麼 死傷加起來超過300 現在 OK 也有伊斯蘭國恐怖分子 ISISK 他就在歐洲宣稱 是他們發動一個最血腥的襲擊 但是 昨天在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 好像ISISK 承認責任這件事有點牽強 好像是 偶爾吃了一隻死貓 找人信 好像劇本一樣 令到很多人都不信 大家都不信 都沒有交集 還可以無緣無故打你 對不對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確認了 這件事裡面 全部的邵氏者都已經被捕 當時邵氏的人即是犯人 他們正在前往烏克蘭 而根據調查人員的初步信息就說 原來烏克蘭已經為他們做了一個月警的接應口 準備了這個接應口 等你們過來捐過來的渣 這樣 普京就引用了俄羅斯安全部門 FSB 的調查 情況 這樣就說 他們 其實 在這次的 襲擊裡面 基本上 基本上他們都沒有說過 關於ISIS 完全沒有說過關於ISIS 他們都是用一個事實證據 他們那些犯人的口供 來做一個 的 講話內容 演講 這樣 而雖然今次ISIS 組織說 對這個襲擊行為負責 亦都說 他們的武裝分子 襲擊了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大型集會 但是 但是其實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就說 這些恐怖分子的幕後黑手 將會是受到懲處 並且 他們不會有任何令人羨慕的命運 這個用詞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而且很明顯 普京的講話是沒有提過ISIS 所以他應該都是不相信是ISIS 所做的事情 而普京亦都譴責這些野蠻的恐怖分子行為 所以今天是他們的全國導入 克里姆林宮同一時間也宣佈 即是那十一個人 包括開車 車他們 提供什麼什麼給他們 那些全部都被拘捕了 那麼 一堆人就在去 烏克蘭的時候被捕 一堆人就去 烏蘭和白俄羅斯 邊境地方的時候被捕 OK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有組織 廖獸散分開走 俄羅斯聯邦傳局就說 這些嫌疑人 嫌疑反 跟烏克蘭方面有相關聯繫 並且計劃走去烏克蘭那裡 烏克蘭的總統 的顧問哈伊諾波多尼亞就說 不關事 他急急否認 甚至乎說 他們怎會跟我們有關 這件事很荒謬 荒謬 我們不會 我們要打贏就是 在戰場上打贏 但問題是 相信大家都感覺到 他們就是 烏克蘭就是不可能在戰場上打贏 所以他才用這些手段 希望可以是打贏這場戰爭 或者是搞亂普京 令到普京的政權不穩 跟著就看可不可以突襲到 贏到這場戰爭 OK 這些戰術 其實 有點低級 有點低級 低低地裝 OK 而 俄羅斯官方的電視台 那些負責人就發佈了一個 一個視頻出來 就是兩個嫌疑犯 在審訊時候的公辭 那 審訊時候的公辭 就說 真是 由烏克蘭 去跟他們做對接 接應 那樣的事情 所以 當然 那些 烏克蘭 那些人就說 都不知道他們是否嫌疑犯 那些人 拉起來 如果不是嫌疑犯的話 那放一個忍 是做甚麼呢 有甚麼用才可以的 是不是 沒有用的嘛 是嗎 那 所以這一樣東西 有片 有片有真相 你都 還要爭論的話 就有些低狀 這樣就真的有些低狀了 不如你 大方承認了 你就說 我現在不夠你抽 但我會用任何的方法 因為我要保障到我們國民的利益 總之 所有的 可以打勝仗的方法 我都會用的 這樣 人家會更加 respect你 但現在 不關事的 不關事的 有片有真相之後 甚麼片 我看不到 我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我看不到 甚麼片 沒有 沒有片 看不到 這樣 這樣都可以 OK 即使 ISIS 宣佈他們承擔這個責任之後 之外ISK 但有很多的問題 未解決 例如 這些犯人好像有一大堆 是來自塔吉克斯坦的 那為何又會是 即是去塔吉克斯坦 是剛好得更巧 還是後面原來還有一些政府 在做支持 是吧 為何 美國駐俄的大使館 在早兩個禮拜之前 就已經知道這件事 是吧 那 為何 這個叫做ISISK 又承認這個責任呢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我相信 很快會 將這些原因 都會 即是 可以是拿出來的 將這些原因 將它們挖出來 等時間 等時間就會知道 一切的答案 反正我覺得 與 烏克蘭 與美國 是撇不開關係的 而發生了這次的恐怖襲擊之後 這次真的恐怖襲擊 OK 掃射平民 而這些打平民的動作 也是現在烏克蘭常用的手法 烏克蘭現在打的 不是打正常的軍人 他們是打平民 令到有民怨 不想再有戰事發生 他是在用這些招數 就是烏克蘭很賤格的 專拿平民來打 OK 而其實在昨天23日的時候 其實還有些事情發生的 OK 這件事就是 其實是在 都叫昨天發生 都叫昨天發生 OK 但其實在這件事發生的同一時間 俄羅斯和烏克蘭 是互相用無人機 在那裡瘋狂轟炸對方 就在昨天3月23日的時候 俄烏雙方都各自指控對方 用無人機去施以一些襲擊 俄羅斯的官員就說 這件事起碼造成一個人死亡 如果烏克蘭都造成到 俄羅斯有一個人死亡 那俄羅斯會令到烏克蘭有多少個人死亡呢 這件事我相信都要想一想 我相信都要想一想 我相信不少 不少 那路透社的報導就說 在這個別爾哥羅德州那裡 那個州長格拉德科就說 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當天早上出發 然後發動了一些襲擊 導致一死兩傷 而烏克蘭的空軍也是同日表示 俄羅斯的無人機 在晚上出動了34架次的攻擊 攻擊無人機 他說他們很厲害 俄羅斯的無人機 所以他們一共打了31架飛機 唉 真厲害 只有三架打不到 所以令到他們的損失少些 烏克蘭就說 這些無人機是由醫養製造的 並且入侵烏克蘭的中部、南部和東南部 那如果34架飛機要打你3個位置 而每一個位置只有10架飛機 別玩了 哪一架 所以應該不止34架 不過當然他們捕捉到的 看到的可能是34架 其他可能是看不到也不奇怪 所以其實你會想得到一件事就是 烏克蘭就做無人機去炸俄羅斯 俄羅斯用回無人機去炸他 那如果今次搞到這麼大壇 搞到有孔雜又等的時候 那你猜一下俄羅斯 到最後會出什麼招數去打烏克蘭 我相信不會是一些很輕輕的招數 我相信不會是一些很輕輕的招數 所以大部份的評估 包括文傑的評估都會說 我相信未來一個星期左右 普京將會發出一些 導彈魚加無人機的襲擊 甚至乎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輕核武 我猜就是 可能俄羅斯會用一些輕核武 去打烏克蘭也不奇怪 那到底會不會呢 沒有的 都是一個星期左右 我猜就會揭中 大家就可以安在家中 看看這件事到底發生得如何 當然 一有打仗 就是很複雜的事 所以盡量都不要打仗 是最好的 是嗎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告訴你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 訂閱明月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